我是文操顯讀 先學法師 諸位法師諸位同學 阿彌陀佛 請大家打開講義 第四十二面 講義第四十二面 轉變由心者 那麼我們在 印竹文操當中 講道的淨土的修行方法 是分成 兩類 那麼第一類是屬於 震恨 第二個是屬於祝恨 那麼這個 震恨就是以身信願 持佛名號 這個意思就是說 我們能夠 往生阿彌陀佛國 主要的一個 這個因緣就是 我們靈命中的時候 能夠以 真實的信心 以及堅定的厭力 把阿彌陀佛的名號 在心中能夠分明的顯現出來 那麼這個 這個假借信願持民的 因緣呢 跟阿彌陀佛的大悲焉利 就是這樣感驗到焦 那麼這個 那麼這個就是 往生的一個正義 那麼這一顆 所說的是一個 祝恨 那麼這個祝恨呢就是 身信心英國 端惡修善 那麼我們對於這種 業國理論的認識以後 我們能夠啊 剷除罪障 積極之良啊 這樣子的行為 能夠幫助 我們靈命中那個佛號 使令那個佛號 能夠更加的堅固 更加的廣大 所以叫做祝恨 它有幫助 震恨的功能 那麼這個 生信英國 端惡修善呢 我們是分成兩個部分 第一個是講業國的理論 那麼這一顆是講到 業國的修行 業國的修行 那麼業國的修行呢 印主他提出了兩個觀念 第一個就是 暴通三世 那麼第二個是 轉變遊行 暴通三世我們說過了 現在是講這個業國的轉變 那麼轉變遊行呢 這句話呢 我們做一個大概解釋 這個轉變指的是一種因國的轉變 因的轉變乃至於國的轉變 那麼這個因的轉變跟國的轉變 主要是靠誰轉變呢 是靠我們這一念心 這句話啊 我們可以從楞元經裡面得到一個印證啊 楞元經他講一句話說呢 他說啊 佛陀在楞元經說呢 心生者種種法生 心滅者種種法滅 在這個楞元經有這句話 那麼這句話的意思就是說呢 假設我們起的是一個善心 這個善心 這個善心升起的時候 他就能夠隱生種種的善業 乃至於 可以引導我們啊 到這種可樂的果報 人天的比較好的進階區 的果報 那麼假設我們今天起的是一個惡性 那麼這個惡性的活動呢 今天就會隱生很多的惡的業力 使命我們下輩子到一種 三惡道的 比較不可樂的果報去 去受神 所以這個整個六 六道輪迴呢 整個業果的一個主宅 應該就是這念信 這念信 我們看這個阿含經論裡面講一個字 說這個外道 外道他也能夠從這個禪定當中 知道這個世間上是有因果的 這個禪定也是不可思議的 禪定當中他不學佛頭的經論 他也知道這個世間上有業力 那麼由這個業力來推動我們去受可樂不可樂的果報 那麼怎麼辦呢 他知道他心中有很多的業力 他就求苦恨 怎麼求苦恨呢 他就把這個這個 用很多的這個有次的植物 荊棘 他就把身體 睡在這個有次的荊棘上 那麼希望假借這種苦恨來消除他無死的罪業 那麼這些佛弟子這個大阿羅漢 在內心的界定會 卸脫卸脫之間的那種清淨的功德 他就知道這件事 阿羅漢就問這個苦恨外道說 你在這個地方躺著幹什麼呢 他說我要靠這個 這個精子 賜我的身體 消我的罪業 阿羅漢就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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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你看到有人去 這個牛在拉車沒有 他說我看過 他說這個牛在拉車啊 假設這個牛不走 你應該打牛再打車呢 外道說啊 這個牛車不能走 是因為牛有問題 車有問題 你把這個車打壞了 牛還是不走 阿羅漢就 假設這個屁育內 就開始外道說 所以我們這個生命體也是這樣 這個色身本身是沒有過錯的 它只是一個果報 那麼這整個根源就在這個牛 這個牛就是我們這念心 我們這念心的這樣子變化 生命變異啊 創造出很多的業力 就是由這個業力使力 我們去得果報 那麼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轉變猶新啊 就是 佛法它是很正確的把這個世間的這個 延起的根源啊 它就飆出來 飆出來 就是我們這念心啊 是這個生命的一個主宰者 好 那麼這是一個大感 好 我們看怎麼轉變呢 好 我們分成三段 譬如有人所做惡業 所以當勇墮地獄長絕受苦 先講一個譬喻說 有一個人 這個人啊 這個不是好人啊 是這個惡人 他造作很多的惡業 殺到遺忘啊 來自於忤逆犯法 種種的罪業 那麼這個業力當然 他就是要去德國報禮 業力有這個推動的力量 使令他呢 當勇墮地獄長絕受苦 業力啊 這個是自然的法則 他應該是要去到地獄去受這種長絕的這種刀山有過的痛苦 這個人他是應該是如是的因 應該是要召感如是果定 那麼這個地方就講到有轉變了 先看因的轉變 再看果的轉變 先看因 其人後來生大惭愧花大菩提心 改惡修善 誦經念佛 自行化他求善喜望 那麼這個人呢 這個從這個經文來看啊 他是學佛 這個人過去是有善根 雖然激起很多的罪業啊 但是他還是栽培了一些善根 那麼這個善根呢 這個淺身啊 他的意図是從兩個角度 先看那個淺 生大惭愧 佛法的一切善根啊 信應戀定慧啊 信應戀定慧啊 主要的應該就是講智慧 我這個智慧呢 最基礎的智慧就是生性業果 那麼這個人他 雖然內心積積很多的罪業啊 但是他學習佛法以後啊 他知道這個宇宙人生啊 這宇宙人生是有因跟果的 有這種法則的 那麼他相信啊 這個黑業啊 會使令我們到善惡道去受苦 那麼這個白業呢 能夠使令我們升天 乃至於做人 種種的可樂果報 那麼他對於這種善業跟黑業 跟這個惡業啊 升起了一種堅定的理解 升起堅定理解以後呢 他就能夠寵重賢善 親濟報惡 就是慚愧 就是說呢 他就能夠啊 對這種賢善的法 能夠 尊重 尊重 寵重 乃至於對這種種的惡業啊 親濟 親世濟解解 所以這個慚愧是由這個 是由政見來的 所以我們一個人 業果要轉備呢 這個是第一個 你要有慚愧心 就是說呢 你對你的生命啊 有一種想要真喪的一種意願 有真喪的意願 可是有些人呢 他造的惡業啊 你說這個人你造的惡業到喪惡道 他無所謂 他對惡業他也不排斥 你說你到喪惡道去 他也不怕 這個人就沒辦法轉變業力了 這業力不能轉變 當然這個人他一定是沒有政見的人 所以我們第一個就是要有慚愧心 有這種對於業果的政治見以後呢 能夠寵重賢善 親濟抱惡 希望我們生命能夠不斷的 爭上 有這種意願 第二個 花大菩提心 好 那麼前面是業者破惡 這個是生戰 這個菩提心呢 在這個大聖經論裡面講到是兩種的菩提心 第一個是屬於世俗菩提心 第二個是聖意菩提心 我們先講這個世俗菩提心 這個世俗菩提心呢 它是從一種四項的觀察 或者是誡人 或者是誡法 那麼如果是誡人呢 他就觀察這個一切的眾生啊 都是過去的母親 那麼這些辱母的眾生呢 在這個生死輪迴當中啊 顛倒啊 造業啊 受苦 那麼這個時候他就不忍眾生苦 發動了菩提心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他思維這個佛法是眾生的光明 那麼他不忍聖教衰的嚴固呢 他也發菩提心 為了要住持正法 敘佛分明的嚴固 他發菩提心 那麼這個都是屬於世俗菩提心 那麼這個聖意菩提心啊 這種耶理性的發動 就是說呢 他要能夠讀誦這個大乘的經典 華華經跟華元經啊 那麼他讀誦了以後啊 他能夠覺悟到一個真理啊 他覺悟到什麼真理呢 他能夠覺悟到 他知道至之我是未成之佛 諸佛是以成之佛 其體無別 他能夠覺悟到心佛眾生 傷無差別 那麼 從這種統體的佛性當中呢 發動了他的眾生無邊實驗度的 這個實驗 尊重己靈的嚴固呢 發動了 眾生無邊實驗度的這種艷麗 那麼這個就是所謂的 圣力菩提更加殊胜 那么总之就是他能够花起的一种 众生无边试验度的这种艳力 那么当然他会花起众生无边试验度 他就会修起种种的善法 不失词解人物 经济禅定智慧 种种的善法他就会修学 那么这个就是他能够从这种佛法的理论里面的圣洁 生起忏愧心,生起菩提心 那么这样子呢 他就能够改俄也能够修善 有忏愧的缘故而改俄 有菩提心的缘故而修起一切的善法 那么修善呢 印主讲一个辟语啦 诵经念佛自寻化他 或者他是诵经或者念佛 或者自寻或者化他 那么以这种功德来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么这个是将他把这个资粮啊 就做一个回向 回向到西方建筑 那么这个是讲到他因地的转变啊 因地转变 再看我们看这个果报的转变 由是自顾献身或被人轻贱或烧得病苦 或劣受贫穷 以比一切不如一事 先所作涌落地狱 长觉受苦之业 即便消灭 上赋人了身脱子 超凡入神 那么他这样子的思想转变 行为转变以后啊 他就是怎么样呢 献身或者是被人轻贱 那么这件事情是这样 本来他能够花常贵心 菩提心啊 断恶修善啊 这都是一种善法 这个善法都应该是成就可乐果报 但是呢 他在现身呢 不是被人家轻贱 被人家忍嘲啊 热讽啊 嘲笑 这是一件 或者是得到病苦 他本来是造恶业的时候没有病苦 现在断恶修善 身边 那么或者是贫穷啊 或者不如意的事情 那这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他开始修善以后 会有这种 轻贱病苦 贫穷不如意的果报出现呢 这以下就解释了 先所作永度地狱 长劫受苦之业 即便消灭 上赋人了身脱子 超凡入神 就是说呢 因为这个人在没有断恶修善之前 他累积很多的罪业 累积很多罪业以后啊 他这个花长贵心 菩提心啊 断恶修善的时候呢 就动摇了他的恶业 动摇恶业的时候就是怎么样 就是重抱亲手 把这个恶业给逼出来 逼出来 使令他这个地义的果报 转成了 被人家倾监 或者是有病苦 或者是贫穷 乃至一切身心不如意的事 所以说呢 使令他这种微小的痛苦 就可以使令他这种 永堕地狱 长劫受苦的业呢 就是这样消灭掉 就是重抱亲手 不但是这样子 只破恶而已 因为他花了菩提心的严固呢 上赋人了身脱子 超凡入神 他在身上方面能够 超凡入神 那么这个是讲到他的恶业的转变 以及他这种善罚功德的情形 就是这个人生命的果报转变 那么不管是因 不管是果呢 都不离开我们这一念心 这叫转变由心 那么这是从佛法的角度来看 讲得比较深啊 那么我们也可以从儒家的角度 我们看复表第十 复表第十呢 这个倒是可以做我们一个 学佛的基础 上公书也经常说啊 这个儒学是佛学的基础 那么我们看这个转变由心呢 站在一个儒家的角度啊 他们的内涵 那我们就以这个了凡视讯 来做一个说明 当中呢分成了三大科 第一大科是先明罪业之相 第二大科是正式转叶之法 说明这个转变业力的方法 第三科是在第十二面 最后面 结是罪灭之相 再说明这个罪灭 他所显现出来的象状 先看我们先看这个罪业之相 罪业之相分两科 第一个是总说 第二个别名 先看总说 大多吉凶之道 门呼心而动呼四提 其过于厚者常祸福 过于佛者常进福 俗言多意 未有未定而不可策者 那么这段是先说明 这个罪业跟福业的相状 大多一般来说呢 一件吉祥的事情 或者是凶恶的事情 那么他都有一个征兆 这个事情要出现 有一个征兆 什么征兆呢 门呼心而动呼四提 就是这个征兆要生起 这个门就是一个事情的生起 一件事情最初的生起叫门 那么这个吉凶是 最初就是你那一内心的花动 或者是善或者是恶 这个内心是最初的生起 那么生起以后 假设你不转变他呢 他的内心的势力 就慢慢慢慢的增长 就带动我们的尸体 带动我们的生业 带动口业 去造恶业 那么这个心啊 这一下就说明他的心的情况 其过于厚者常祸福 过于佛者常进 就是说呢 这个人的心啊 厚到一点的人啊 这个人多数是大福报的人 那么假设这个人是磕薄的啊 这个人一般来说啊 灾祸会比较多 这是一个总说 就是以这个心的厚到跟磕薄啊 来做一个大判 那么 所眼多异 未有 未定而不可测证 我们一般的眼睛啊 眼睛啊 当然都是颠倒的 障碍的 这个意就是障碍 那么我们认为说啊 这件事情都不决定 事实上是决定的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一个人的内心的厚到跟磕薄啊 大列的知道这个人是一个福德之人 或者是一个灾祸之人 灾祸之人 灾祸之人 这个事情是这样啊 儒家呢 他的思想是说 儒家的修行 他的观念是说 这个天行见 经止以至强不喜 第四坤 经止以后得债务 这个参观书经常讲这句话 他说呢 要站在一个自立的角度啊 我们是向天敌学习 天敌啊 他的运转啊 他这个四季的运转啊 特别的刚健 那么 这个是表示我们在自立方面呢 应该是要精进 对面面对自己的烦恼 应该是刚健 经止以至强不喜 要求自己啊 应该是要严格 但是面对众生的时候 要跟大地学习 第四坤 经止以后得债务 大地能够包容一切 生长一切的万物 就是我们在待着待人主事呢 应该要学习大地的包容 这样子才是有大福德的解决 大福德 这是一个总说 这一下就别免 那么 就是讲出的 这有六个相状 是一个 罪过深重的情况 我们看 然人之过 深重者 亦有笑宴 或心神 昏晒 转头几望 或无事而常烦恼 或见精子 而脸然 消居 或温 正论 而不乐 或思惠 而人 反宴 或夜梦 颠倒 圣者妄言失智 借作孽之相也 苟一类词 及其奋发 舍旧徒行 信物之物啊 那么 前面是一个总标 这一下就个别解释 所以我们一个人 罪过深重的人 他也有一些征兆 这一下讲出的六种征兆 第一个 或心神昏晒 撞头几望 这个人的 这个人的昏尘 昏昧 特别严重 怎么知道呢 心神昏晒 昏昧 闭闭闭 那么 你跟他讲什么事情 或者听闻佛法以后 转头几望 心中完全没有练力 就是这个人一天就是 迷迷糊糊糊的 内心一片黑暗 那么 这个就是有罪障的一种相撞 有罪障的相撞 有这个罪障 来遮掌他的明了性 或者无事而常烦恼 这个烦恼的体性 我们说过 烦恼的体性是一种 烦躁脑动力 一种躁动力 这个功德的相撞是清安的 那么一个人内心 贪烦恼 称烦恼很重的人 他就是不容易寂静 他有事没事 坐在那个地方 他就是心就是不安 你就是问他为什么 他讲不出个所以 就是这个人的罪业重 罪业在人的内心当中 累积在心中 所以他没有事就长期烦恼 这也是一个罪障重的相撞 或见君子而 脸然居销 他看到这个 有功德的君子 有道德的君子 本来我们看到君子 是宠重贤善 尊重 但是他不是 他这个脸然 就是面孔耳赐 很难为情的样子 乃至于萧居 这个萧居 就是恐惧的样子 这个人心中 不够坦荡 就是畏畏缩缩 看到有大功德的人 他内心就是难为情 就是害怕 这件事情也是 罪过的相撞 或闻正论而不乐 那么听到这种 这种正法 这种宇宙间的真理 本来应该我们是要 随顺欢喜 但是他不是 他听了以后 内心不高兴 太刺 这个就是内心 也是有罪业 或失惠而人 还厌 那么他 帮助别人 给人家恩惠 别人应该感激他 结果人家还厌他 这件事情也是 他内心有罪业 或夜梦颠倒 然后甚至妄言失智 做梦都是做一些颠倒的梦 杀盗隐忘的梦 就是没有好梦出现 甚至于白天的时候 就是以无论事 或者妄言失智 也可以说是梦中的 就是随便讲话 内心当中 完全控制不了自己 那么 这以上的六种 都是罪 作孽之相 过去 造的罪业 这个罪业 已经累积在心中很久了 有这个征兆 虽然没有德国报 但是他只有这种征兆出现 那么怎么办呢 古一类词即是奋发 舍旧徒刑 信物自物 这种情况 你应该好好把握 这个生命在的时候 舍旧徒刑 好好的禁除 禁除罪障 及其事量 不要再耽误了 不要把这一生控过了 因为你这个人的生命 是能够 忏悔业障及其事量 最好的国报 所以应该要把握 好 那么 这个是把这个罪业的相撞 先给它标出来 这以下就讲到 正是转业之法 那么 假设我们有前面的六种相撞 应该怎么办呢 就一个讲到这个 有改变的方法 侯法师可以讲 可以改变的 那么 改变有三个方法 第一个是改过 第二个是积善 第三个谦德 先看第一个 那么这个改过呢 应该是从两方面 先从这个内心 思想的转变 以及行为的转变 先看思想转变 一者言化三心 就是我们在思想上 要花起三种心 第一个是羞耻心 第二个畏惧心 第三个勇猛心 这个羞耻心啊 在儒家来说就是你心中要有一种西圣西行的信 假设你这个人自暴自弃啊 那谁也救不了你啊 你心中有罪业 有罪业到上后到去 你也无所谓 那你无所谓 谁也没办法 你的内心当中没有想要往生到善处 往生到比较高层次的这种法界的意愿啊 这个谁也没办法 我都救不了你 所以你第一个要有羞耻心 要有西圣西弦的心 第二个畏惧心 那么前面的羞耻心啊 是就着你的这种现身的这种业力的观察 这以下是对望的未来的果报 你对未来的果报要有畏惧心 你读读地藏经啊 你读读地藏经啊 看到这个地义的果报啊 你就会好好的忏悔业障积极思量 去改变你的生命 所以这个畏惧就是思维这个三恶道的苦 你因为害怕了果报的严固 你也会害怕你的恶业 而你会主动积极地 串除罪障积极思量 避免道三恶道具 这个地位 畏惧心 第三个 勇猛心 那么有的羞耻心跟畏惧心是不够的 因为你知道啊 这个罪业的可怕 但是你一天脱一天啊 事情要改改改 结果阴行带坐 一天过一天啊 都没有改 那么 在两房赐讯说 他讲一个屁育说 他说我们这个改过修善 就好像这个盲刺在肉 急需罚处 这个盲就是炒字头在一个王 炒字头在一个王 死亡的王 就是你啊 对于这个罪业啊 的认识啊 应该把它观想啊 就好像一个针啊 吃在你的身体的上 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咬这个针啊 吃在身体啊 它就会有变化 就是你的肉啊 会慢慢慢慢地肿 乃至于溃烂 就是说呢 你这个事情 针吃在肉体上 你不处理啊 它一定会越来越严重 那么我们这个罪业也是这样 事件上的事情啊 事件上的事情是啊 诸行无常 没有一个法事 恒常住不便宜 你不是消灭它 它就是增长 所以你这个罪业啊 在你的心中啊 你不消灭它 它一定不断累积 它会累积 就好像这个针啊 吃在身体上 它的痛苦只有增加 不会减少 所以呢 有猛心 有猛心 这个言花三心啊 我们有时候想 它为什么能够言花三心呢 它为什么能够羞耻 能够畏惧 能够有猛呢 这个一定要有正知见 一定有正知 绝对不是说 他完全没有正见 就能够申请不可 我们看这个 儒家的这个孔子 有一个弟子叫子路 这个子路 子路这个人啊 孔子蛮欣赏他 这个人非常老实厚道的一个 很有正义感 在这个论语上说 这个子路啊 他本来是一个野人 野蛮的野人 不是说他很凶恶 而是说他这个人啊 一开始是一个不修蝙蝠的人 不修蝙蝠的人啊 他见到孔子的时候呢 他的头上是插一根鱼毛里 这个手上拿一把剑 那么他就见到孔子 他问孔子说 你们是在干什么 他说我是弘扬这个 弘扬这个离 道理的离 离决的离 那么这个子路问孔子说 这个离有什么好处呢 说我们一个人啊 天生本性善良就好了 为什么要写离呢 那么这个子路讲一个辟语说 南山有足 斩而用之啊 斩而设之入于皮革 这个人的辟语也是好 他说这个南山有用足啊 这个足呢 这个足是很特别 他的天生就是很细很长 我把他斩了以后啊 用那个剑来射啊 他就能够射到皮革 那么孔子就针对他这个辟语 也讲一句话说 哎 这个剑是很好 但是呢 瓜儿已之 处而敌礼之 其入不亦生夫 说啊 你这个 这个主子啊 四弟 他的天生很好 你这样子射 就能够射入皮革 但是假设 瓜儿已之 假设你把这个主子 后面叫上羽毛 乃至于 处而敌礼之 把这个前面的主子 再把它削尖 你这样子 其入不亦生夫 不是射得更深吗 哎 这主说 哎 对啊 我的本性善良 我如果再协理 那就更好了 哎 他就同意了 就协理了 协理以后 他的气质 思想就改变 他改变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可以看他的最后的临终啊 这个子路这个人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 他所效忠的主 他的主 主人啊 发动的政变 发动政变就失败了 失败被绑起来啊 被绑起来 他要去救他的主人啊 因为那个时候 他五十几岁啊 就是 那个时候他是刺手空拳去 要去救他的主人 结果气的时候呢 就被对方两个武士啊 给杀伤了 杀伤的时候 那个武士啊 那个刀啊 刺到这个子路的身上 他打在地上 打在地上啊 子路就 又坐起来 他讲一句话说 金子死 灌不灭 一个金子要死的时候 这个帽子不能戴歪 戴正 戴正的时候呢 那个子路就把他杀死了 我是在看那个 一本书叫 孔门弟子自行考树 这个基士姓蔡 他 他就这个 就着这个 金子死灌不灭 他很多的花费 他说 一个人能够把这个礼啊 写到那么深入 到灵命中的时候啊 他都能够知道 金子死灌不灭 他说 这种一定对儒家的道理 有很深的理解 否则不能够发动出 这么殊胜的行为出来 因为我们人是爱到生命里 而他对于你的实践 竟然能够超越 他对生命的知识 所以我们有 我那个时候看了以后啊 金子死灌不灭 这是一个什么境界 是什么境界 因为我们离命中的时候 能够练到这种境界 就不得了了 不过当然这个东西呢 就是呢 他 我们 或者我们不知道 他是反复圣人 起码 他 要以佛法为式的叛教 这种人啊 假设不是圣位啊 起码是圣解形地 就是在这个反位 有一个圣解形地 就是呢 他对这个真理啊 经过他长时间的听闻 跟深入的思维以后啊 他生起坚定不移的理解 他有这种圣解力 这种圣解力 所发动出的行为啊 那是无障碍的 他还是反复 但是他这个圣解力 所以能够发动出这种行为 金子死灌不灭 所以这个修子是未继续一个梦性啊 都要依止正之间的引导力啊 那么这个叫做研花三心 这个应该是寄主力 研花就是三心寄主力 那么这个是一种思想上的转变 这以下讲就是修行上的行为 见修三行 在这个修行上是有次第 第一个 随事定之 那么我们刚开始啊 在断恶的时候啊 当然是有这种佛法的证件 实为这个罪业的过犯 然后呢 就是勉强自己啊 这件事不能做 那件事不能做 这个就是以佛法说 以这个戒法来设施我们的身口恶业 使定自己不要去造罪业 就从这个事项上来对治 这个地方调防视讯 他也建议我们说 你可以做一个功过格 功过格 你就把自己的这个 身三口是一三啊 做一个记录 你今天换到哪一个页啊 就画一个黑点 就表示黑夜 你今天有几个黑点啊 就看出你今天有多少的云 那么你这样子记录啊 你能够啊 很清楚的 能够做个检讨 所以就是随事尽知 第一个 第二个 明理浅知 那么前面是一个事修 这个是一个理观 这个理观要以佛法说呢 就是观察这个事念处 就是观察这个 我们这个身心世界啊 不尽是苦无常无我 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啊 前面的断恶呢 是从枝末上来断恶 其实你深耕口是一个枝末 这个水流里面的枝末 那么这个水流 这个黑水是从哪里流出来呢 你要去探讨 我们为什么会造恶业呢 天台中啊 说啊 我们会造恶业啊 有两个原因啊 一个是私货 一个是见货 一个是属于思想的颠倒 一个是属于知见的颠倒 这两个是发动恶业的根源 这个思想主要就是爱烦恼 我们对这个五义的境界 有爱的心 所以这个不敬跟苦呢 是对自私货 你思维你的身心 是不敬 是苦恼的 对自你的私货 其次呢 你思维这个宇宙人生啊 都是无常无我的 这些所谓的五义的境界 都是生灭变异的 生灭信 那么 对自你的贱惑 那么这个不敬苦 对自爱烦恼 无常无我 对自贱烦恼 就是从根源上来消除罪业 也就是灵理浅治 这个是更彻底的 第三个 重新灭知 前面的两个啊 四根理啊 都是属于散乱心 散乱心 这个你一个人要能够啊 达到 应光大师说的 落后 妄念一起 当下就要叫他消灭 这种事要点练力 就是你的心中要有点法宝 否则你不能抗拒你的烦恼 不可以 就是你或者辞迷 或者是辞大悲咒 或者在辞迷跟大悲咒当中呢 又加一些空观的智慧 观察这个烦恼 生灭理 你能够在烦恼活动的时候 就能够转变它 这是更高理 这个多少都有点练力的人 才可以做得到 那么 当然这样子就更彻底了 降伏现行烦恼 那么这个就是讲到 见修三行 事、理、信 这三个次第 那么这个是改过 改变我们的 身口意的种种的罪业 我们再看第二 积善 那么当然是改过是不够的 我们应该也实力 我们这种善法应该升起来 那么李王思逊讲这个积善 他讲到有十种的功德 那么这十种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类 从第一到第七呢 是属于福德 福德之善 福德 第八跟第九是属于智慧 这个善是属于智慧之善 第十就是慈悲了 慈悲之善 分成三类来说明 先看第一个 与人为善 那么这个积善的第一个次第啊 这个与呢 就是赞同 就是你做善业 你能够拜佛 你能够朝山啊 我的诵经 我是做不到 我做不到 但是我随起赞他 赞同 你做事 你做这个善业 我内心呢 赞同你 我随起你 这第一个 第二个 爱尽存心 这个地方呢 了方思逊说 这个是很重要的 他说啊 一个精子跟小人啊 从行机上来判断啊 是很难判断 很难判断 应该怎么判断呢 就是要从存心 就是说 小人他也能够做 为了自己的名利啊 他也能够做一些善 那么这个善人 有时候呢 为了爱一个人 也可能会呵斥他 甚至于打他 所以你从行机上 是很难判断啊 他是一个善业 是恶业 所以你应该要从 爱尽存心来判断 是善是恶 就是说呢 你做这个业的时候呢 对下 有慈爱之心 对上 有恭敬之心 这个就是善业 爱尽存心 所以这个奴家 有时候啊 的确 的确是我们容易做到 比如说你花菩提心啊 有时候啊 这个凶量比较小的人啊 是很难承担啊 要成佛啊 但是你说你做这件事情啊 保持一个爱 保持一个静 你做得到 所以这的确也是一个 我们容易靠住第一步 我做这件事情啊 我有慈爱 有恭敬 第三 成人之美 那么成人之美就是说呢 别人做事情啊 我不但随喜 我能够帮助别人 敬己之分 成人之美 我多少能够帮助你一点 我就帮助你一点 这个地方 鸟环士信 他提出一个观念说啊 假设你今天所占的位置 有一个善法要出现 而你是个关键人物 你如果不做 这个善法就不能成就 如果你做 这个善法就成就 而你没有做 这件事情你就有过 虽然说其他的善业啊 你不做没有过 只是没有功德 但是这个善法是 你是关键的时候 你能够做到的 但是你故意不做 这样子你是有过 为什么 你违背了成人之美 所以这个要注意了 虽然我们造善业是 随言敬奋 但是假设这个善业 是很分明的 一定要你的时候呢 而你不做 这个就是有过 在这个地方也是要做一点 第四 欠人为善 就是用这个口业啊 赞叹这个善法的功德 那么 欠人叫为善 第五 救人为己 那这个前面是口业 这个是用行动啊 就是我们佛法讲 无畏师 这个人有部位啊 我们能够用延迟 或者是用行动啊 来消除他心中的部位 救人为己 这个地方救人为己啊 也要注意一个就是啊 在这个过去这个美国啊 夜战期间啊 有一个妇人 这个妇人 她的儿子参加夜战啊 就是死亡 死亡这个消息传到家里面啊 她很伤心啊 白法人送黑法人 很伤心啊 她这个当地的牧师就去看她 这个当地的牧师去看这个妇人的时候呢 她一句话也没讲 她也没有表示任何的行动 她只是陪着这个妇人在旁边哭 陪她哭 陪她哭了以后 她离开以后啊 这个妇人非常的感动 觉得她受到很大的加强 这意思就是说呢 我们救人为己上的 要己的就是你有那一个 感同身受的那个心 最重要的 她去她也没讲任何话 也没有任何表达 她就是陪着她哭 但是她就感觉到 有一种温暖 感同身受 所以我们救人为己啊 你看她有为己 你以一种亲慢心给她钱啊 这不见得有效的 你倒不如能够真正感